乾隆皇帝一看着马家世说了话了 正惹得他春心荡漾 于是啊 他不但没松手 他这身子还往前靠了过去 这会儿啊 马家世就感觉出来 后边啊 捂着自己眼睛的人呢 他不是个女的 是个男的 马家世这会儿是又羞又气啊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就用手上这个支揭套啊 扎了一下 捂着自个儿眼睛的这个人的手腕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 我陪您到北京的实战 咱们一块儿啊 逛逛公王府 讲讲那个乾隆年间啊 权清朝野的和珅 和的人的故事 说到这公王府啊 我心里还是挺纠结的 为什么呀 您说咱们是先讲和珅呢 还是先讲宜心呢 熟悉青史的朋友都知道啊 在这座府邸历任的主人当中 有两位是这大清国的权臣 这二位啊 在青史当中的地位是不分伯仲的 这前一位呢 就是乾隆朝的大学士和珅 那可是位权臣呢 这后一位啊 那是晚清的重臣 公秦王一心 四连半天呢 虽然我对公秦王啊 了解的多一些 但是啊 我还是决定先讲和珅 为什么呀 因为必定啊 这座宅子的最初的主人 就是这位和珅和的人 大伙都知道啊 这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 那么这和珅和的人的官职 到底有多大呢 刘师我呀 就在这儿先给您交代交代 听过相声 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啊 都知道 那里边啊 管这和珅称呼为和中堂 那么中堂是什么呀 中堂啊 大清国可没有这么一个职位 这中堂啊 通常就是对军机首辅大臣的尊称 您别看啊 这和珅五十几岁就死了 可是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啊 那可真是不少 这其中呢 就包括着内阁的首席大学士 领班军机处大臣 立部尚书 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礼藩院的尚书 还兼任过内务府总管 汉林院的掌院学士 您瞧啊 这大清国的文职 已经让和珅做到极品了 这还不算啊 这和的人呢 他还有五职呢 首先呢 他做过这领事卫内大臣 并且呀 他还做过步兵统领 这步兵统领 您听着这官衔 有点陌生吧 我说说他的小名 您就知道了 这步兵统领啊 又叫九门提督 这些呀 可都是实打实的官职 那么这和的人呢 其实啊 还有荣誉称号 什么荣誉称号啊 他拜文华殿大学士 封一等中相公 和珅这官做的呀 那完全可以用那句俗话来形容 哪句呀 就是那句 一人之下呀 万万人之上 权力啊 已然到了极品了 那么说到这儿 有人就得问了 这和的人是怎么发迹起来的呢 对了 今儿啊 咱们就是要掰扯这个话题 关于和的人是如何发迹起来的 这故事实在是不少 有的呀 听着也是很贴谱啊 有的呢 听着呢 简直就是传奇故事 今儿啊 咱们就捡一个流传最广 听着最奇妙的 我呀 挨着革命 莫得莫得 和珅呢 原名叫善宝 自治斋 满洲整红其人 纽古路市 和珅的父祖 都是大清国的官员 并且呢 还有爵位 可是很不幸啊 在和珅的小时候啊 自己的生父和圣母 都过早的离世了 和珅啊 和自己的弟弟 是由养母带大的 由于这和珅是满洲贵族子弟 所以啊 就能进入到这西华门内的 咸安宫 官学去读书 首先呢 咱们得肯定的是 这和珅呢 本身就是个聪明孩子 在读书这方面啊 又是非常的刻苦 所以呢 在和珅成年以后啊 就被选进宫做了侍卫 凭着自己的聪明啊 这和珅没几年 就做了三等侍卫 被派到轮衣卫 做了一名扶鸾的小侍卫 什么叫扶鸾侍卫 也就是这皇上的车脸啊 在大道上走 这些侍卫呢 保护皇上 在车脸两边跟着 用手扶着皇上的车脸 护卫保护 对 就跟那美国大片 您瞧了吗 那个总统那卧车旁边啊 跑着那个黑衣人 哎 就是那么个绝儿 说有这么一天啊 这乾隆老佛爷 乘坐着居脸啊 回紫禁城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有侍卫拦住居脸 和乾隆奏报啊 有紧急军务 什么紧急军务 这云南巡抚紧急奏报啊 说这个由缅甸的药犯逃脱了 这乾隆啊 就坐在自己的龙眼里啊 看了这份奏报 看过之后啊 就觉得挺生气的 于是呢 就愤愤的低声道 虎寺出于侠 归于毁于毒中 是谁之过语 这句话呀 他出自论语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犀牛老虎呀 从这笼子里跑出来 放在盒子里的玉玺呀 被无端的打破了 这都是谁的过错呀 皇上这句话呀 虽然是自己嘟囔 但是声音并不小 身边的侍卫呀 全听见了 无奈的这些侍卫呢 这武功啊 大于学问 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啥 就在这时候啊 听见旁边的一个小侍卫 低声答道啊 点手者不能辞其咎 皇上一听 这正是自己想到的答案呢 于是就扭头 瞅了一眼这个小侍卫 就问他 你也读过伦语吗 这个小侍卫呀 连忙跪到磕头 跟这皇上说呀 奴祭我是咸安宫官学出身 所以呀这伦语呀 奴祭我知道 哦 你叫什么呀 奴祭我呀 叫和珅 哦和珅 抬起头来 让朕瞧瞧 和珅虽然是乾隆身边的侍卫 可是这样面对面的和皇上奏对呀 还是第一次 也就是说呀 他虽然在皇帝身边伺候 可是从来没敢抬眼瞧过皇上一眼 可是就在这和珅一抬头的功夫 在龙脸里的皇帝看了和珅的脸之后啊 突然惊讶了一声 哎呀 你还认得真吗 那皇上老爷子为什么看到和珅之后这么惊讶呢 要想把这事讲明白了 咱们这个故事就得稍微停一下 咱们得往前倒 倒多少年呀 倒到二十年以前 什么时候啊 那正是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啊 刚刚驾崩不久 这宝亲王啊 一下子就变成了乾隆皇帝了 也就是啊 那会儿这乾隆老佛爷刚刚登基 有一天早晨散了早朝啊 这皇帝呢 就急急忙忙离开了乾清宫 去这寿康宫啊 给自己的生母 孝圣皇太后 扭轱了是请安 走过龙宗门以后啊 皇上一想啊 这会儿去呀 太后可能正在进早晨 如果要是贸然进去的话呢 肯定就会影响太后的用餐 干脆呀 咱们找个地方坐会儿 等太后进完早晨之后啊 再进去请安也不迟 于是这皇上啊 溜溜答答就进了慈宁宫花园 哎 也不怎么那么寸 就在这慈宁宫花园 林西亭前边假山石上啊 坐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 这名女子啊 那要是跟乾隆论起来啊 还是个大辈儿 谁呀 是他爸爸雍正皇帝的妃子 马家世 因为这雍正皇帝啊 心丧不久 所以呢 这马家世呢 也没有打扮自己 一身束缚 就自己啊 坐在这假山石上 身边呢 也没有宫女侍候着 看样子呀 是刚哭过 脸上一脸的愁容 这会儿啊 正低着头 不知道自个儿那儿 寻思什么呢 就连这乾隆皇帝 进了慈宁宫花园 他也没有发现 要说这马家世啊 平时是个爽力的人 性格很好 平时呢 是不笑不说话 是一笑俩酒窝 最让人印象深的 就是这马家世 左额的眉毛里啊 藏着一颗红痣 平时啊 看不大出来 只要这马家世 一着急一害羞啊 脸一红 这颗红痣啊 也跟着泛红 就凸显出来了 今儿啊 他自个儿往这儿一坐呀 一看呢就是有心事 什么心事啊 那不明白着吗 老王燕驾呀 是新王登基 自己呢 年纪轻轻 在这深宫当中呢 就守了寡了 他呀 是一个人在这儿啊 可贪自己 这大好的青春 算是完结了 这乾隆皇帝 那可是个花心大萝卜 他一看着马家世 这会儿啊 一个人坐在那儿 是捏呆呆 愣磕磕 这捏斜着性眼呢 手儿拖着腮帮 嘿 那别有一番韵味啊 于是乎 他就悄悄的走上前去 从后边一把 就捂住了马家世的眼睛 这马家世啊 以为啊 是哪个小姑女 跟他开玩笑呢 于是他就说呀 这是谁这么没规矩 赶紧撒开 乾隆皇帝 一看着马家世 说了话了 正惹得他春心荡漾 于是啊 他不但没松手 他这身子 还往前靠了过去 这会儿啊 马家世就感觉出来 后边啊 捂着自己眼睛的人呢 他不是个女的 是个男的 马家世这会儿 是又羞又气啊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就用手上这个织节套啊 扎了一下 捂着自个眼睛的 这个人的手腕 宫里的娘娘们啊 都带着织节套 因为他们都是 长织节 需要保护 这织节套呢 它非金即银 前边啊 有一个猴子长的 大长尖子 您想 这要是扎谁一下 不得疼半天呢 这乾隆爷的一户疼 这手啊 赶紧就松开了 这马家世回头一看呢 我的天哪 原来是皇上 连忙就跪起来 给皇上请安 吓得呀 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了 说实话啊 这乾隆皇帝 再是厚脸皮啊 这玩儿啊 他也有点害臊了 他就对这马家世说呀 起来吧 朕请了皇太后的遗址 和皇后商量商量 就给你个名费 别在这发愁了 回宫去吧 这马家世呢 向上磕头感恩不尽 随后呢 这乾隆皇帝 出了慈音楼的后楼门 进寿康宫 就去给太后请安了 到了这太后的宫里啊 一看呢 这皇后复查室也在 这皇后啊 还跟皇帝开玩笑呢 说今儿个皇上 怎么落到我后头来晚了呀 这太后啊 疼儿子呀 就接过话来说呀 哎 那一定是朝物繁忙呗 来来来来 皇帝 坐在娘身边来 这乾隆啊 刚往太后旁边一凑啊 太后就看见了 呦 皇帝这手怎么出血了 这皇后一看呢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是明白 自己爷们的脾气 也只能是低下头啊 笑笑 没言喻 老太后不干呢 一定要深究此事 就把这个乾隆皇帝 身边的太监叫了过来 你们这帮猴崽子 是怎么伺候的皇上啊 啊 让主子受伤 说实话 皇上这手是怎么弄的 说实话 还责罢了 不说实话呀 把你们这几个奴才 全拉到静视房去挨板子 打死算 这几个奴才哪受得了老太后这样的吓唬 跪在地下呀 就讲出了实情 这老太后一听就急了 原来是马家事这个小蹄子 方死了先帝爷 又来祸害皇上 来人啊 这种祸害流不得 还是及早啊 打发了 总管太监呀 答应一声啊 就出去了 乾隆皇帝一想啊 得 这事算坏了 我呀 算把这马家事给害了 果不其然呢 当天就传出消息 这马家事在自己的宫里啊 上吊自义了 因为呢 这道旨意呢 是乾隆的母亲下的 所以这乾隆皇帝呀 也不敢发作 于是呢 就许下心愿 但愿这马家事啊 这早入轮回 咱们再续前缘 哎 这故事啊 咱们又回到 和珅和带人这来了 这乾隆皇帝啊 看着这龙脸前 跪着这个小侍卫 这面容非常像 那位马家事娘娘 于是就脱口而出 问这位小侍卫说 你还认得正吗 这句话呀 问的这和珅啊 是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呀 这一着急呀 吓得是一个满脸通红 就在这会儿啊 皇上突然发现 在和珅的左眉毛里啊 有一颗红痣 哎呀 再一想啊 这马家事离世啊 已经二十多年了 莫非这侍卫 就是那马家事 转世不成 于是啊 自此以后 皇上呢 就对这和珅呢 特别的喜爱 这和珅的仕途啊 一下子就明朗了 从此啊 就逐步的成为了 乾隆朝第一的权臣呢 关于这个乾隆皇帝啊 和这个雍正妃子 这个故事啊 有很多版本 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啊 那就得说是 二玉和先生的 落霞三部曲 其中乾隆皇帝一章里边 您去看看去 那写的呀 比我说的 那还要精彩的多 得嘞 今儿关于这个 和珅和仲藤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您要是想听其他 关于和珅 乃至公王府的故事呢 您在我的留言区啊 告诉我一声 我是麻溜的编辑书小片来 就讲给您听 我是就愿意给您 讲故事的昆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